大家好,我是布比医生。 今天我在我家后院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边的春色春景还有春风。 同时呢,跟大家分享我上个月在梅药诊所学到的关于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身体总是在活动着。 通过增加这种非体育运动型的活动来多消耗一些热量, 同时保证自己的身体、心肺功能、身体个额、关节、肌肉都有足够的运动的时间。 这样对于控制体重、维护很好的代谢,甚至包括对自己的精神都有好处。 我以前已经慢慢有了这种感受,这次去了他的梅药诊所学到这个时候就更有理论的支持了。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有一个这种的金字塔的样子的形状,说你一天的运动量应该有包括哪些呢? 你看这最底层最基础的就是这个neat,neat的就是non-exercise activity。 这个就包括不是说非要去跑步,比如跑步这个就叫心肺。 心肺功能我现在也在做了,就是带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监测器在缠在这个腰上的, 然后每周做两到三次很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跑步。 因为心肺功能是很多运动基础,所以心肺这个在中间,在上面呢才是更加有侧重点的运动。 包括呢,就是露铁,这个看到这有一个露铁的小人。 然后还有呢,就是让你的肌肉和拉伸,还有灵活性,那就包括很多瑜伽动作。 当然其实瑜伽动作也可以是这个neat,也可以是心肺,但是主要的呢,它是这种灵活性的这个训练。 所以看了这个我们就知道,其实如果要是运动的话,应该最先能够有一个意识就是把这个neat, neat在翻译成中文就是非常清洁整洁。 但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要时不时的就动起来。 他给了一些建议,我就用我自己的生活中的体验跟大家分享吧。 这意思基本就是说,你能够跑的时候就不要走,你能够走的时候就不要站着, 能够动一动的就不要单独站在那儿,能站着的时候就不要坐着, 你能坐的时候就不要躺着,就是这个意思。 像我们一天生活,早上我们都是工作啊,然后有家庭啊,都是已经非常active, 就是活动量很大的人了,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早上起来就开始做饭,准备吃了,吃饭,刷洗脸,上妆,然后开车上班。 然后上班之后,像我呢,就是看病人一个一个诊室进来出去,然后走到自己的房间。 我这个疫情三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把办公室的,我有两个办公室, 因为有一个分诊所,一个总诊所,都换成了这种站立型的这种书架, 就是书桌叫stand up desk。 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平常的时候就可以站着, 然后站,能站起来的话,活动范围就大了, 比如有的时候会做一下芭蕾舞的姿势啊, 然后就是让自己伸个懒腰也可以啊, 或者芭蕾舞很多姿势就比伸懒腰还更美好, 而且也还特别的舒展。 所以这样站起来之后就容易做运动了。 而且我比如说以前呢,就是也是随大众, 过去这一周末我出去出差, 就发现凡是有传送带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还是走传送带。 你想想那个也不是很远, 你拉的箱子也不是很重,都是有轮子的嘛, 为什么非要走传送带呢? 传送带的话你就少走一些步数, 而且也慢啊,还要盯着前面的人, 前面后面有人, 而且还有一个还有费能量啊, 然后你前程中带重了, 他的话的能量要多了呀。 所以我现在在机场的话, 肯定是都不走传送带, 甚至上下楼,如果是楼梯有的话, 我也都会拎着箱子上下楼梯。 当然你要扶着点把手啊, 手上东西别太多了, 保证安全。 这个就是说你生活中有机会的时候就动起来, 比如你在刷牙的时候, 你也可以踢踢腿啊, 然后你在炒菜的时候也伸伸腰啊, 然后单腿站着啊等等情况,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 这个人很weird的, 就是很奇怪, 但是我这次开会遇到我们一个业内的大拿, 也是武术大师, 他就是这样, 他很少就是像我这样坐着, 都是要不就蹲着马步, 然后要不就是一条腿抬起来, 总而言之, 我们要让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都给自己机会, 能站就不要坐, 能走就不要站。 好,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